国外新型防撞护栏 使用以后事故死亡率直线降低 全世界每年在高速公路上基本都会发生事故 汽车撞到护栏发生意外的事情也频频发生 传统护栏对于普通行驶的小车可能能起到一定的阻拦作用 但是在高速公路上这样的护栏反而作用不大 对此国外公司发明了一款全新的防撞护栏 和传统护栏相比 它的外观上就有非常大的区别 可以看到它是由一个个的滚筒来组成的这个护栏 而这些滚筒则采用的是特殊的防撞材料 可以极大程度地缓冲撞击所带来的冲击力 让损伤程度没有那么的严重 而且在撞击的过程中 滚筒是在旋转的 可以强行改变汽车的行驶轨道 不至于让汽车冲出护栏 而这个新型护栏在测试的时候面对各种情况表现得都非常的好 哪怕是大货车或者大型公交车 撞到上面都能及时地调整回位置 尽管不能让车损降低 但是极大程度地保证了司机乘客的安全 而护栏的变形程度也没有特别的严重 甚至在表面上还有一层高强度的反光材料 在夜晚汽车照射上以后 可以明显地看到发光的护栏 避免因为看不到而撞上的情况 而国外用了这款护栏以后 事故死亡率则大大的降低了 真是一款好的设计